我们祷告 我们天上的父 我们感谢你 今天晚上这个聚会 是你给我们的恩典 是你给我们的聚会 可以在你的宝座前 我们聚集 要领受何谓守主日 怎么样看 从圣经看 有关于安息日到主日 这些重要的教训和教导 这全是你在圣经所启示的真理 主啊 即使真理 并且是这么重要的真理 我们在你面前 求你给我们恩典 求你赐给我们 有一颗谦卑柔和的心 求主赐我们信心 与所听的调和 好叫我们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牢牢记住你的话 愿你的话 继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引导我们走正路 这一生应当怎么样按照 你圣经的教训 好好守住 敬畏你 敬拜你 见证你是那位全然创造 救赎 你自己拓住万有 又是启示圣经 更是将来审判万有的主 求主与我们同在 将我们每一个圣徒 带到你自己至高之胜的宝座前 再一次求主耶稣基督 你的宝血洗尽 遮盖我们一切的不义 没有罪的拦阻 不是凭自己 乃是凭着主基督耶稣 你救赎的恩典 我们可以站在上帝你的面前 因为我们恭候 要领受你的真理 求你垂听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气求 Amen 请坐 我们今天晚上 还有下个礼拜二的晚上 我们都谈一个题目 就是何谓守主日 当我们谈何谓守主日的时候 我们就会谈到守安息日 我不知道你对于守安息日 你有什么的概念 也许你一听到守安息日 你很快就觉得说 这个一定是跟这个安息日会有关系 因为安息日会 他们是守安息日 特别是星期六的安息日 或者你认为 这个守安息日 是犹太教的一个教训 或者在今天 如果我们谈守基督徒的安息日 这个叫做守主日 有一些人也会认为 它是不是一种律法主义的形式 我们对于守安息日 对于这个守主日 或者守基督徒的安息日 我们有很多错误的了解 我们有很多无知的了解 在好多年前 当我从东马回到西马开始 归正福音教会的时候 就提到这个守安息日 那其中有一个弟兄 他不以为然 他甚至在这个面子书说 这个守安息日的教导 是王牧师的教训 不是圣经的教训 他正在亵渎上帝 他在得罪上帝 他不清楚知道 过去我们知道 从圣经很多人 他们都好好的清楚知道 这个守安息日的重要性 守主日的重要性 特别如果你去了解 有关于魏士敏特信仰告白 大药理问答 小药理问答 都提到守安息日 守基督徒的安息日 这是非常重要的 昨天晚上 在仪保有一个弟兄 他特别提到 这些重要的基督教的历史文件 都重复提到 守安息日 守基督徒 这个安息日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事不能马虎 它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我盼望我们今天晚上开始 有一个 就是好好听主的话的心 谦卑的心 抱着一个刻目上帝的话 盼望自己的信仰 不断地回归圣经这样的态度 来去听今晚的信息 愿主帮助我们 无论是讲的听的 我们同盟 因为圣灵的感动和帮助 我们都愿意降服真理 我们都愿意遵守真理 我请许牧师带领我们 做一次祷告 再一次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母 在面前 我们再次的维着 今天晚上的讲座的聚会 我们再次的仰望交托 愿求祝你真理的灵 来引导我们 帮助我们 以致我们降服在你的真理之下 我们晓得 主啊 你的话语的教导的时候 我们就愿意顺服 我们就愿意聆听 我们就愿意行在 我们的每一日生活当中 特别今天晚上 要谈到守主日 愿求主你这恩高王牧师的口 给他从你而来 赐会和能力 来宣讲你的话语 也求主你这圣灵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有愿意顺服 主主你话语的心志 我们如此仰望 祈求祷告 奉好我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圣名所祈求的 阿们 请问 安息这个字 它是一个动词 Sabbat 它第一次出现 是在圣经的哪里 我们翻开圣经 创世纪第二章 我们一起来念 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一节 到第三节 创世纪第二章 第一到第三节 我们一起来念 预备 一二念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 到第七日 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 就在第七日 谢了祂一切的功 安息了Sabbat 神赐福给第七日 定为圣日 因为在这日 神谢了祂一切创造的功 就安息了 Sabbat 这个是动词 虽然在这里 它没有出现 这个安息的名词 Sabbat 英文也是Sabbat S-A-B-B-A-T-H 但是这里两次出现的 就是上帝的安息 它是动词 这个西班牙是动词 因此我们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要讲解有关于 上帝 祂在创造世界的时候 祂在第七日 安息 跟后来启示 有关于安息日 到底有什么重要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看创世纪 第一章第一节 一直到第二章第三节 这里是谈到 上帝整个创造之功的完成 有人说 甚至一些圣经学者说 或者是一些神学家说 人是整个创造之功的高峰 你怎么看 七日的这个创造的工作 包括安息 这个整个创造之功的高峰 就是人 你觉得吗 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我们顶多是说 被造物的高峰是人 但是我们不可以说 整个创造之功 包括安息 请注意 整个创造之功的高峰 是人 这个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创造之功 六日的被造 人是最后一天被造的 最关键的就是第七日 这个第七日是很特别的一日 你看你的圣经 你看你的圣经 这个第七日 就是第三节 你看 这个第七日有两个 很重要的特别 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 第一个是什么呢 首先你注意到 经文的记载是 这一天是上帝所赐福的 它跟前面的六天 是有分别的 当然如果我们从一个 广泛的意义来看 每一天都是上帝的赐福 可是圣经在创世纪第二章 第三节清楚提到 上帝赐福给第七日 这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记载 对比于前面六天 你看到上帝他赐福天上的飞鸟 海里面的生物等等 包括他赐福亚当 他赐福夏娃 都提到一些的这个记载是什么呢 比方说 你看一章的二十二节 你看一章的二十八节 一章的二十二节 创世纪 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 请你们念 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 请听我念 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请念 你注意一章二十二节 他提到资生凡多 充满这些的用语 然后谈到上帝赐福人的时候 提到什么呢 要生养众多 这些的描写 都是一个怎么的一个图像呢 就是一个丰盛的图像 Abundance 它是一个丰盛的一个图像 照样 我们在这里看第二章的第三节 当圣经提到说 上帝赐福第七天的时候 我们就有理由期盼 这一天既然是上帝所赐福的 这一天就应当有带来相称的这个丰盛 至于它是怎么样相称的丰盛 我们以后再谈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特点 就是什么呢 这一天是上帝所赐福的 特别记载下来 第二 第二是什么呢 第二就是上帝定 第七天为神圣的一天 这就是第二点 第一是上帝赐福第七天 第二是上帝把第七天定为神圣的日子 神定为圣日 这是圣经所说的 神定为圣日是什么意思呢 神定为圣日就是上帝将这一天分别为圣 这是他的意思 上帝特别把第七天分别为圣 那我们就要问 上帝把第七天分别为圣的目的是什么 这是我们应该问的问题 如果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 赐福这个动词 上帝赐福 上帝是主体 赐福是动词 后面那个受体 object 在九位圣经里面 基本都是指生命体 有生命的活物 无论是动物 无论是人 当旧约圣经里面提到 赐福这个希伯来文的时候 就是上帝要赐福这一些活物 上帝要赐福生命体 那你要问 在第七日 当上帝说 我要赐福这一天的时候 难道他纯粹只是赐福第七天 这一天吗 他里面是不是应该包括生命体呢 而这个生命体到底是谁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 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又要看 当圣经说 上帝把这个第七天定为圣日的时候 上帝把第七天分别为圣的时候 这个希伯来的用语 在旧位当中 都是指 像跟上帝的敬拜有关系 所以赐福是生命体 分别为圣 是跟敬拜上帝有关系 那我们要继续问下去 谁敬拜上帝呢 你认为是植物敬拜上帝呢 动物敬拜上帝呢 还是应当是人敬拜上帝呢 当然是人 为什么是人呢 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 人如果你按照Herman Bowen 你看他的这个Reform Dormatics 他里面特别提到 甚至他有理由相信 人本身就是上帝的形象 你是很尊贵的 亲爱的这种姊妹 你不单不是动物变来的 你不是动物进化而来的 你崇高到一个地步 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象过 你就是上帝的形象 你是像上帝 你喜不希望自己像纳吉巴 没有回应 你喜不希望自己像你自己生命当中 很仰慕的 因为他这么有公义 这么有榜样 言语行为 爱心 信心清洁上 他都成为圣徒的榜样 你盼不盼望你像他呢 你盼不盼望你学他呢 一定很盼望 正常的基督徒一定盼望 对吧 现在你发现了 圣经提到你的价值 你的尊贵 就是你是上帝的形象 是这样的尊贵 这个是上帝造我们的这个结果 所以是有上帝形象的人 他是代表上帝来管理这个世界 这是很清楚的 你看第二章 所以上帝造人之后 把亚当他放在这个伊甸园 使他修理看守 所以我们知道上帝形象的人 他代表上帝来管理这个世界 来工作 所以工作本身就是神圣的 不过呢 你注意 今天我们多交代一点 人作为上帝的形象 不单是他代表神来管理这个世界 他工作 人他是上帝的形象 他要效法神 Imitate 他效法神什么呢 他要效法神 在整个创造之功 到这个安息的这个模式 上帝创造天地几天呢 六天 上帝创造天地几天呢 六天 第七天呢 第七天他泄了他创造之功 你注意 上帝只是停止他创造之功 上帝从来没有停止 他拓住万有的工作 上帝创造之功 六天完成 第七天 他泄了创造之功 就安息了 这圣经的话 所以这个模式 人作为上帝的形象 要效法 因此 从创造世界开始之先 人工作的模式 已经定下来了 这个工作的模式 就是六天工作 一天休息 六天工作 一天休息 为什么是这样 学谁的呢 效法谁的呢 你现在清楚知道了 就是上帝的模式 上帝创造的工作 今天你明白了 我们人尊贵 上帝的形象 代表上帝 不是动物代表上帝 是人代表上帝 管理这个世界 要按照上帝的心意 好好管理这个世界 这是第一 第二 人要效仿 上帝工作的模式 上帝工作的模式 就是六日工作 一日休息 很多华人是不懂的 因为华人整天 就是想赚钱赚钱赚钱 三百六十五天 如果能工作 他都工作 他都不要休息 所以这个就是 从一开始 我们知道 创造的时候定下来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The Creation Ordinance 这个叫做创造的御令 在创世纪当中 我们明白知道 上帝有定下 三个创造的御令 一个就是守安息 一个就是工作 一个是结婚 原来现在你才知道 结婚也是上帝创造的御令 定下来的就是 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 这是定下来的 谁破坏 谁要咒上帝的咒诅和审判 包括今天的美国 包括今天的欧洲 在这个男女的关系上 在婚姻的关系上 乱来 美国这个国家 如果没有悔改 这个国家会继续衰败下去 这是肯定的 自古以来 没有任何一个权柄 能够跨越上帝的权柄 这是我们要清楚的 谁敬拜上帝呢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 就是上帝形象的人 来去敬拜上帝 我们总结一句话 这样人被造的目的是什么 第六天被造物就是人 人是被造物的高峰 这样人被造的目的是什么 人被造的目的就是敬拜上帝 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了 因为我们知道 人本来就应当敬拜上帝 上帝要我们敬拜他 就是因为我们按照上帝的吩咐 当时从一开始守安息的时候 这一天上帝分别出来 是给人去敬拜他 所以这一天上帝要赐福 为什么上帝赐福这一天 因为上帝赐福这一天 因为上帝吩咐 按照他形象的人 要在这个第七天分别出来敬拜他 所以上帝一定赐福这一天 如果我们快快回到今天也一样 虽然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讲 同样的道理 今天如果你是敬畏上帝的人 你是好好去守主日的 我们先快快讲到今天 你今天好好地以一个敬拜上帝的心 好好敬拜上帝 不要随随便便 你就不参加崇拜会 因为礼拜天 我们好好敬拜上帝 上帝一定赐福我们的 这是上帝从一开始就应许给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好处 先不要具体谈什么好处 我们不是为了好处才来礼拜堂 我们是因为我们要敬拜这位主 祂是我的主 祂是我生命的主 我一定好好来敬拜祂 这个如果我们清楚这个概念 你来到礼拜堂 你随便说话吗 你以为这是一个社交的场所吗 每一次你进来这个礼拜堂 为什么好像还是菜市场一样 讲很多的话呢 为什么你不是在礼拜六晚上的时候 已经预备自己的心 在礼拜天你进到这个礼堂的时候 你要敬拜上帝 你读圣经敬拜上帝 你在那边默祷敬拜上帝 你在那边亲身祷告敬拜上帝 这是应该有的心态 对不对啊 当我参加韩国 一个有大概七八万人的一个聚会 你很难想象 因为还有好多堂 他一堂的聚会都可以容纳七千到八千人 好多堂的聚会 七八万人的这个聚会 很多进到礼拜堂这些的圣徒 他们不是好像我们在那边吵吵闹闹 不是好像我们在那边讲话 他们进到礼拜堂做什么呢 看圣经 他们进到礼拜堂的时候 敬拜上帝的时候 唱诗歌轻声的 或者那边祷告 很多他们在里面祷告 这是应该的 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明白了 人被造的目的就是敬拜上帝 蒙上帝的赐福 所以安息的本来就是为人预备的 上帝他工作创造之功 他停止之后 他安息不是为自己的 乃是为人设立的 有没有圣经根据呢 我们先不需要跳到新约圣经 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20章 我们很熟悉的《出埃及记》第20章 就是十条词 我们特别看第四条词 第8到第11节 我们一起念《出埃及记》第20章 第8到第11节 预备一 二三 当纪念安息日 首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 你神当守的安息日 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 仆辈 牲畜 并以城里寄居的客旅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因为六日之内 耶和华照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 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 定为生日 首先你注意 他们以色列人 为什么要守每一周固定的安息日呢 他们守安息日的基础是什么 他们守安息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请回答 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上帝吩咐他们要守安息日 你从《出埃及记》第20章 8到第11节 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请你看出来 就是他们要遵守安息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纪念上帝的创造 是不是 纪念上帝的创造 这是很清楚的 纪念上帝的创造 所以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 他又回顾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一到第三节 作为他们遵守安息日的根本原因 作为他们遵守安息日的根本基础 紧接下来 你再看这个新约的马可福音第二章 第27节 马可福音第二章第27节 这是耶稣基督跟法利塞人来辩论 有关于安息日这个课题的时候 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二章27节 说了很重要的话 上文我们不谈了 我们单单谈有关于耶稣基督 他告诉法利塞人很重要的一句话 我们一起来念 预备 一、二、念 就是28节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在这里 我们单单从这一节经文 耶稣已经提出三个很重要的点 第一个 安息日不是犹太人独有的 因为耶稣没有说 安息日是为犹太人设立的 耶稣说 安息日是为谁设立的呢 是为人 全世界的人 从一开始 人开始 一直到世界的末了 本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第一点 安息日不是犹太人所独有的 安息日是属于全人类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注意这节圣经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请你注意这个设立 这个设立不是人设立的 这里是一个 希伯来文它是一个被动语态 英文来说它是passive voice 它是被动语态 这里让我们明白是谁设立的呢 你清楚知道 耶稣在这里提的是 祂虽然没有提上帝 但是祂隐藏着什么呢 是上帝设立安息日 所以安息日是神圣的 这是第二点 是上帝设立安息日 所以安息日是神圣的 凡是上帝设立的都神圣 上帝设立人要工作 所以工作本身是神圣的 不是因为多了犯罪之后 工作就变成不神圣了 工作一开始本来就是神圣的 就是因为后来工作是被罪所玷污 但是工作本身是神圣的 就好像上帝他设立婚姻的制度 婚姻的制度本来就是神圣的 一定是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一生一世 这样的一个神圣的制度 因为罪玷污的缘故 因此到了后面 你看到两个男人可以结婚 两个女人可以结婚 一夫三妻一夫四妾 这些都变成不平常的事 这些都是因为人得罪上帝之后 他破坏上帝所设立神圣的制度 照样今天很多人违背 这个主日或者安息日 今天很多人在这个礼拜天 做什么呢 玩耍 今天很多人在礼拜天的时候 就是没有好好敬拜上帝 没有好好敬畏上帝 今天很多人以为 这个礼拜天 他聚会完了之后 出去这个礼拜堂 那个时间就是他的 谁告诉你 所以很多教会需要悔改 就是这个原因 很多教会不明白 守主日守安息的神圣性 这是很严肃的事情 第三点 上帝设立安息日 是为了人的好处而设立的 这是第三点 所以耶稣 他单单从这样短的一节圣经当中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最起码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三点 安息日不是为犹太人独有设立的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第二安息日是上帝设立的 不是人设立的 所以是神圣 第三安息日的设立 是为人的好处而设立的 为人蒙福而设立的 这是很清楚的 虽然耶稣在这节圣经 他没有解释 这个目的是什么 这个所谓守主日 或者守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他的确提出这些 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你要知道 上帝赐福安息的定为圣日 他是为人而预备的 六天工作一天休息 第七天敬拜上帝 这就成为人生活的模式 而且这个敬拜 是本来应当指到永永远远的 上帝把第七日分别为圣 要人敬拜他 要到永永远远 上帝要赐福这一日 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 大概你已经知道 这个第七天的安息日 不单是今生 也是永恒的 它是末世的 eschatological 它有eschatological nature 它有末世性的性质 因为那个安息日 不只是在地上的这个时间而已 因为他人应该一直敬拜他 一直敬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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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永永远远的 本来应该是这样 那我们讲到这里 所以我盼望大家已经很清楚 既然这个六天工作 一天休息 这样的一种生活模式 是上帝从起初 他创造世界的时候就定下来 没有人可以违背 一违背的话 我们整个生活秩序就乱 我已经多次在讲台提到 在人类历史当中的两个革命 一个是法国大革命 另外一个是苏联革命 在这里特别提这两个革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革命 是反基督教运动的革命 特别这两个运动 他们有一个共通处 就是他们尝试去否定 就是一个礼拜七天 先谈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 他们一个做法 从1793年到1805年 大概前后13年 他们否定 基督教对这个热纸的影响 其中一个就是 他们否定一个礼拜是七天 他们重新定的一个礼拜 不是七天 而是十天 一天是十个小时 一个小时里面多少分钟 不是六十分钟 一个小时是一百分钟 一分钟多少秒 不是六十秒 一分钟多少秒 一百秒 这不是假的 真的 你都可以考到他们当时 法国大革命那个钟 是十个小时的 第几天休息 不是第七天 或者不是这个星期天休息 第几天休息 第十天 它是第十天休息 第十天 第十天休息 这是法国大革命 进行几年 大约前后13年 1793到1805 结果这十多年的时间 法国社会里面 很多人几乎你可以说 精神崩溃 这是一个问题 隔开一段年日之后 百多两百年以后 苏联革命 苏联革命是 1929年到1940年 前后12年 1929到1940年 前后12年 苏联是共产政权 他是反基督教 反基督教信仰的 所以他也尝试否定 一个礼拜是七天 他的工作是怎么算的 他说一个礼拜五天 一个礼拜五天 每一天 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工作 百分之二十的人口休息 第二天 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工作 百分之二十的人口休息 每一天都是这样 所以你一个家庭里面 如果你五个成员 不一定每一个成员 是同一天休息 看你在哪一个工作岗位 他们以为 这样子来做的时候 会更催促 整个社会繁荣的发展 整个工业的发展 能够更快 没有想到 人变得更懒惰 人变得更懒惰 人更打不起劲 来要好好地工作 还有很多例子 你都可以在历史当中找 凡是他尝试去否定 我们人 这个热期的这个cycle 就是六天工作 一天休息 六天工作一天休息 都一定慢慢地 这个垮下去 这是肯定的 因为这是上帝所定的 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 少许的时间 我们在上一堂 我们已经提到 上帝在原初 祂设立安息日 安息日是为人敬拜祂 而且是直到永远所设立的 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醒悟 安息日不是给我们 跟平常的工作一样的工作 我们到下个礼拜二的时候 我们会特别提到 我们应当怎么样守安息日 就是基督徒的安息日 但是今天上一堂 你一定要抓住一个 很重要的真理 就是既然上帝 从原初创造世界的时候 祂设立安息日 这是创造的御令 谁都不可以违背 谁违背 祂就要在上帝面前 祂蒙受上帝的咒诅 祂在上帝面前不是蒙福 这是很重要很多的教训 因为祂抢夺这一天来敬拜上帝 祂不知道祂的罪是何等的大 这是很可怜的事 在这一堂当中 我们要继续讲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处理 上帝跟亚当之间 到底是怎么那种关系呢 上帝跟亚当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利约的关系 上帝跟亚当之间的关系 它不单是创造主 以及被造者的关系 creator creature的relationship 它不是单单是 一个创造主 和被造者之间的关系 从一开始 上帝和亚当之间的关系 就是一个利约的关系 当然在九月当中 有一处很关键的经文 来提到 上帝和亚当之间 的确是一个利约的关系 就是在小先知书 和亚书第六章的第七节 我请大家翻到 和亚书第六章的第七节 和亚书第六章第七节 和亚书第六章第七节 请大家一起念 和亚书第六章第七节 预备一 二 念 他们却如亚当被跃 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 再念一遍 预备一 二 三 他们却如亚当被跃 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 他的上文是特别提到 无论是以色列 无论是犹大 他们还是不肯悔改 他们还是心里面顽梗 他们是一直被跃 就正如他们好像亚当被跃一样 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 所以这里提到亚当的被跃 上帝与亚当之间 原初的关系 就是一个利约的关系 虽然我们没有在创世纪 第一章到第三章之间 特别是第一章到第二章之间 看到有关于约这个用语 不过如果你看上帝 他怎么样吩咐亚当所做的工作 以及亚当所要顺服一些的指令 我们可以看到 他好像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 那些约里面的一些的内容 是隐约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 是明显的 其中一个很明显的 就是在这个 我们今天称它是叫做工作之约 里面上帝吩咐亚当 很清楚第二章的十六和十七节 那里当然就提到 园中树上的果汁 你们可以吃 只是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汁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怎么样的 所以你今天要明白 这个利约关系里面 如果违约的话 如果卑约的话 这不是只是金钱的失去 这不是财务的失去 这是什么失去呢 生命 这是一个生死之约 你看到吗 每一个人我告诉你 不管他信主不信主 本来跟上帝之间 就是一个利约的关系 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悲约的人 一种是利约的人 一种是守约的人 一种是悲逆上帝约的人 所以守约跟悲悲 这世界的两种人 就是可以这样的分 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我们继续讲下去的时候 你就明白 这段话里面 这个分别删了树上的果汁 你可以吃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这是一个生死之约 因为在约的条文当中 你知道都会提到 如果你顺服 你就要怎么蒙福 你不顺服这个约的时候 你是要怎么样蒙咒诅 生死带来生命的危害 这样的一种的描写 就好像之后 我们可以在历史的考古当中 找到一种叫做 宗主国和傅庸国 宗主权和陈述权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的约文 在历史当中可以找到很多 在这个立约当中 你发现 永远都是 这个主权国它开始 要跟这个傅庸国立约的 在这里创造世界之先 上帝造人 上帝按照他的主权 主动提出 要与亚当立这个工作之约 听从就活 不听从就死 这是很清楚的 所以再说 如果亚当他被约 他就要承担那个结果 就是死亡 这个死亡不单是肉体的死亡 这个死亡首先是灵性的死亡 跟上帝的关系先断绝 然后下来 上帝让人活几十年 当时可以让人活一个几百年 到最后身体跟灵魂分开 这是第二层次的死亡 但是如果已经来到这个地步 就没有可以转弯 因为这个身体的死亡 或者是身体跟灵魂分开的死亡 就进到这个永恒的死亡 在上帝审判台前的时候 永远跟上帝隔绝的死亡 完全是一个悲剧 你知道亚当承担这么大的责任 为什么 因为他不单是一个人 他也不单是一个按照形象造的人 而是他是人类第一个总代表 first atom 他就是first representative of all humankind 他是整个人类的那个总代表 他的每一个决定 不是牵扯到自己一个人 他每一个决定 是牵扯到整个人类前面的命运 现在我们反问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亚当他首愿呢 上帝应许他什么 你可以从创世纪里面找不找得到 如果亚当他首愿呢 上帝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 有给亚当什么很清楚的应许吗 如果亚当他被约 他必死无疑 如果亚当首愿呢 上帝应许他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个总原则的圣经 来去解决它 你翻开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五节 这是一个总原则 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五节 请你大声地宣告上帝的话 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五节 你大声地宣告上帝的话 预备 一 二 三 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 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 上帝要赐给我们的不是死亡 上帝赐给我们的是生命 上帝赐给我们的是永生 包括亚当 如果亚当他一直顺服上帝 敬拜上帝 他听上帝的话 当然这是很可悲的 因为为什么可悲呢 因为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因为实际上亚当他没有顺服上帝 亚当他实实在在他背叛上帝 亚当背叛上帝多了之后 罪就进入人类的世界 所以今天全人类剩下来 就是背负原罪的一个罪人 罪是因着一个人进入世界 这是很清楚的 因为他是人类第一个总代表 但是我们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角度 来去想的时候 如果亚当他顺服上帝 上帝给他什么应许呢 一定是生命的应许 一定是永生的应许 你从这样的一个描写当中 也就是上帝对亚当说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你就可以体会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亚当原初被造的生命 不是上帝他永恒计划里面 真正要达到的生命 明白吗 我重复一遍 当上帝对亚当说 你吃这个分别 三个树上的果子 你必定死的时候 这就表示 亚当他原初被造的生命 不是上帝永恒计划 所要赐给亚当的生命 为什么 因为原初亚当的生命 他隐藏着什么可能性呢 隐藏着两个 隐藏两个 当然有第三个 隐藏两个就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什么 犯罪的可能性 如果亚当原初的生命 是不可能犯罪 上帝就不可能对他说 你吃的日子 你必定什么 你必定死 你犯罪 你一定死 既然上帝是这样子说 在亚当原初 生命的被造的里面 他就隐藏着 犯罪的可能性 如果你用奥古心的话 你都很清楚 pose picare pose non picare 能犯罪 能不犯罪 这是亚当原初 那个人性的可能性 即使这样 如果他选择 他背叛上帝 他就要承担什么结果呢 死亡 所以亚当原初的生命 隐藏着死亡的可能性 原初亚当的生命 隐藏着犯罪的可能性 原初亚当的生命 是隐藏着死亡的可能性 这样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结论 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本质 一定是可能失去生命的 一个生命本质 这不是上帝原初 要赐给人 那个生命的本质 因为圣经有一个总原则 主所应许 给我们的 一定包括亚当 主所应许给我们的 就是什么 就是Eternal Life 就是永生 那你现在要想了 假设亚当他继续 顺从上帝的应许 现在这个问题是 是不是亚当可以就继续 每一个礼拜天 不是 每一个这个第七日 他敬拜上帝 下一个第七日 他又敬拜上帝 下一个第七日 他又继续敬拜上帝 继续敬拜上帝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呢 是不是呢 如果他继续顺从上帝的应许 他就是继续地这样敬拜上帝 继续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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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呢 不是 不是这样的生命 为什么不是这样的生命呢 因为刚才已经提了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这个是要让他原初被造的生命里面 隐藏着犯罪的可能性 隐藏着死亡的可能性 它隐藏是随时都可以失去的生命本质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 用神学来说 它只是处在一个叫做 Protological stage 它是处在一个原初的阶段 它不是一个叫做 Eschatological 末世 终极成全的阶段 就是Eschatological Ultimate Consummation Stage 它是一个Protological stage 它是一个原初的阶段 它不是一个末世 Eschatological 它不是一个终极 它不是一个Ultimate成全 Consummation的一个阶段 上帝在永恒的计划的里面 祂要把人带进一个末世 永恒 终极成全的人性的阶段 因为那个阶段 人再不能犯罪 连犯罪的可能性都没有 但是从这个原初的阶段 你要进到那个终极成全的阶段 从亚当他背照着这个原初的阶段 要进到那个末世 终极成全的人性的阶段 中间一个不能没有的是什么 分别善恶术的考验 这个分别善恶术的考验 不是可有可无的 这个终极 这个分别善恶术的考验 是必然要有的 就好像你知道一个产品 你要知道这个产品 它是不是能够达标 你这个产品一定要经过 这个工厂里面 那个QC control 一定有的 对不对 你造了一辆汽车 你要让我们知道 它的安全性有多少 达不达标 你要撞击这个 还有很多不同这样的一个考验 这样的试验 到最后看这辆车 它出场以前 它是不是真的达标 你才能够出场的 是不是这样啊 一定是这样的 确保它的安全 所以你会注意到 每一个东西 每一个产品 在正常的情况当中 它一定需要经过考验 它是需要经过考验 包括我们人性 从这个原初 进到终极成全 一定需要经过考验 这个考验 就是分别三个数 这个考验不是为上帝的 因为上帝 原本已经知道 亚当他到底是顺服 还是不顺服 上帝已经知道 亚当是会背叛他 但是你不能因为上帝知道 就失去了这个考验 因为这个考验 不是为上帝而设立的 这个考验是为谁设立的呢 是为亚当设立的 人之所以为人 因为人有自由选择权 上帝并没有造一个robot 上帝并没有造一个AI 一个机器人 上帝造了一个有自由选择 能够做决定 你要顺服还是不顺服 这样一个人 这才是人的宝贵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人有道德 人之所以有道德 就是因为人有自由选择 如果人没有自由选择 谈什么道德 道德本身就是一个选择 你要这样子做 还是那样做 道德本身这个选择的基础 就是因为人的背照 他有自由选择性 这是人的尊贵 这就是上帝的形象 所以我们知道到最后 亚当他没有顺服 不过我们在这里提的时候 如果他顺服 他继续顺服下去 你也要明白 亚当的生命 不可能就是这样继续下去 因为这个生命 不是终极成全的生命 至于怎么样的生命呢 圣经当中有一些个案 可能我们可以稍微理解一下 也就是以诺 与上帝同行三百年 还有另外一个是谁 以利亚师父也没有经过死亡 就到上帝那边去 到底怎么一个状况 我们很难说 不过呢 你就发现 那个可能性就摆在那边 更何况是 如果亚当他原初没有犯罪 不得罪上帝的话 上帝按照他的方式 使亚当从原初 可能性犯罪 带来可能性死亡 这个结果的人性阶段 就把他带到 这个终极成全的人性阶段 就再不犯罪 永永远远与上帝在一起 永永远远敬拜上帝 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丢子妹 人生最大的幸福 不是你只想着赚更多的钱 来去使到你有更优惑 更就是好的生活 这只是很基本 我相信大家都可能 稍微了解过 以前有一个三角形 那个叫什么呢 什么Mustral Law 那个叫什么 所以你看到 那个三角形 那个Pyramid的时候 最基本 下面那个层面 就是人 那个衣食诸行 那是人最基本的需要 然后它的高峰点 就是Self-Actualization 自我成就 这些都不是人生 追求的最高的目标 和幸福 人生最高的目标 和幸福就是 你醒悟 你是上帝所造的 你醒悟 真的醒悟 你是一个人 你是回到上帝面前 存着谦卑的心 好好敬拜他 按照他的心意来生活 要好好守基督徒的 这个安息的 就是守主日 来敬拜他 敬畏他 这是你人生的幸福 上帝赐福你 我们一生追求的 就是要认识上帝 我们要追求 就是一生要敬畏上帝 这是我们生命 最大的这个幸福 因为上帝应许 一定赐福 这样的生命 因此你要明白 整个创造之功的高峰 并不是第六天 乃是第七天 第七天是谁呢 也就是这一些 聚集在上帝面前 如果亚当他没有犯罪 他一直繁衍人类的时候 就是聚集在上帝面前 敬拜上帝的人类 是第七天 那才是高峰 但是你知道 亚当他得罪上帝之后 把整个人类 带进死亡的状态当中 谁能挽回 大家都知道 就只有耶稣基督 没有其他的 只有姊妹 只有透过耶稣基督 因为上帝命定 耶稣基督 来挽回我们人类 挽回那些 他要拯救的人 挽回我们这些 背叛背越他的人 借着他的救赎 重新回到上帝面前 来敬拜他 所以我告诉你 每一个基督徒 要醒悟这一点 每一次你来到礼拜堂 你守主日的时候 你知道你正在 用你的行动 来向全世界的人说 你是上帝的约明 你是敬拜上帝的人 你是守约的人 你向全世界的人说 我们人生最大的幸福 就是守约来敬拜上帝 上帝赐福你们 感谢上帝 所以唯有透过耶稣基督 才能够回到上帝面前 守这个安息日 直到游永远远 我们现在最后看一段的圣经 我们看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第四十二到四十九节 我请大家站起来宣读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第四十二到四十九节 我刚才讲漏一点 当我们好好守主日的时候 我们同时也是向全世界的人 宣告我们的盼望 因为守主日就是盼望 要将来进入那永恒的真正的安息 经到那永恒真正的那个主日 那个安息日里面 我们是用行动做了见证 你看到这是这么重要吗 我们一起来念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第四十二到四十九节 预备 一二念 神不过也是这样 所中的是必修坏的 不过的是不修坏的 所中的是羞辱的 不过的是荣耀的 所中的是文贵的 不过的是想法的 所中的是血弃的身体 不过的是灵性的身体 若有血弃的身体 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经常也是这样记着说 首先的人 亚当成的有病的佛人 佛佛的亚当成的教人佛的灵 但属于的不在现 出现既的在现 以后才有属于的 后一个人是主于地 耐属 第二个人是主于天 耐属不得怎样 耐属不得也就怎样 属天的怎样 耐属天的也就怎样 我们既有属不得心脏 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心脏 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 请坐 我们过去一直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包括我在内 我们一定以为保罗在这里 他基本上只是要让我们明白 我们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一定只是以为说 这段圣经告诉我们 由天我们的身体会从死里复活 我们身体会从朽坏变成不朽坏 从羞辱变成荣耀 从软弱变成强壮等等等等 但是如果我今天告诉你 这段圣经不单是这样 这段圣经其实在这里做一个对比 这个对比是两个人的对比 你可以一定猜得出来 这两个人对比是哪两个人的对比呢 就是第一个亚当跟末后的亚当的对比 第一个亚当的生命 对比于末后亚当的生命的对比 怎么看得出来呢 你能不能够从这个圣经当中看出来 这段圣经保罗 其实他在做一个对比 是两个人生命的对比 两个人就是亚当和末后的亚当基督的对比 第一个亚当是人类的总代表 末后的亚当也是人类的总代表 一个是之前的 一个是之后的 所以这两个都是人类的总代表 第一个亚当和末后的亚当的对比 怎么看得出来呢 你先注意一句话 就是第四十五节 第四十五节这里说 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 这个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 是指哪里呢 第一个人亚当 我用信义本来念 第一个人亚当成了有生命的活人 这句话是影子哪里呢 创世纪第几章第二章第二章 第几节 第七节 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 那里提到就是上帝他造亚当的时候呢 吹气在他的那个鼻孔里面 他就成为了一个有灵的活人 这个翻译就是他成了一个有生命的活人 但是后来你在这一节圣经 他后面那一段 他说抹后的亚当怎么样呢 成了死人活的灵 意思是说 因为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 他领受了无限的圣灵 圣灵使他从死里复活 他不但是拥有全然的圣灵 全然圣灵与他同在 完全的灵与他同在 并且他可以赐给人圣灵 他可以赐给人 因着圣灵的重生而有的生命 简单来讲 他可以赐给人圣灵赐的生命 这是这个抹后的亚当耶稣基督 他可以赐人生命 他可以借着圣灵来赐给人生命 这是永恒的生命 这是属神的生命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 这段的话他主要是来对比这两个人 关键点是第45节 因为在这里他引用的经文是提到 亚当他原处被造的这个身体 亚当原处被造的这个生命体 不是在谈他多了犯罪以后的生命 乃是在谈他原处被造之初的 这个生命的这个阶段 还有另外一个你注意 第四的四节 他说所种的是属血气的身体 然后他说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 你注意这个属血气的身体 是什么意思呢 你现在看英文圣经 它怎么讲 你看英文圣经 这个自然的身体 什么叫做自然的身体 就是上帝原初创造那个身体 还没有堕落犯罪以前那个身体 所以这个叫做natural body 所以有自然的身体 也有属灵的身体 那你一定会问 那为什么他前面又说 所种的是羞辱 如果你说亚当 他原处那个身体是羞辱的吗 这个羞辱呢 你看新一本就是卑贱的 现在我问你 亚当的身体是卑贱的吗 亚当被造的时候 是不是完全的 亚当被造的时候是完全的 但是这个完全 不是终极成全的完全 在这里既然 他是做一个对比 就是亚当原处被造 还没有堕落犯罪以前的身体 对比于耶稣基督 死而复活这个身体 将来这个也要赐给我们的身体 复活的身体 不单是基督他有的身体 而且是他要赐给那些 相信他的人 复活的这个身体 这两者对比的时候 原处这个被造的身体 就显得卑贱了 打个比方 就好像现在你看这些光 特别你站在讲台 你就明白 因为这里有两个spotlight 这两个spotlight 照着我的时候 其实是很刺眼的 可是如果用这个spotlight 它对比与这个太阳 你觉得怎么样 它就顺色了 对不对 所以照样的 我们因为在这里 做对比的时候 不是把它抽 把亚当特别抽出来 乃是两个人对比 两个都是人类总代表 这两个 一个是开始 一个是末后 没有第二 它是末后 只有这两个 这个身体的被造 是隐藏着 什么呢 犯罪的可能性的身体 这个身体是隐藏着 它是死亡可能性的身体 所以它不是 终极成全完全的身体 因为这个缘故 你对比 这个从死里复活的身体的时候 它就显得是卑贱的 复活以后 这个身体 当然是肯定是荣耀的 因为这个身体 在不能犯罪 不能再犯罪 non-possificare 不能再犯罪 就是在心天心地 那个人性的阶段 不能再犯罪 所以这个对比的时候 你就发现 一个是被贱的 一个是荣耀的 一个是会朽坏的 它隐藏朽坏的可能性 一个是不朽坏的 一个是软弱的 因为它有犯罪 而带入死亡的可能性 它是软弱的 复活是有能力的 一个是自然的身体 这个叫做属血气的身体 一个是属灵的身体 所以后面才说 既然有属血气的身体 也有属灵的身体 经上也是这样记得说 第一个人 亚当成了有生命的活人 抹后的亚当成了死人活的灵 但那首先不是属灵的 而是自然的 也就是属血气的 然后才有属灵的 就是抹后亚当带给我们的 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 这个属灵的身体 47节 第一个人是处于地 就是亚当 是属土的 第二个人是处于天 就是因为耶稣基督 是从天上来的 第48节 那属土的怎么样 所有属土的也都怎么样 所以如果我们 依然停留在亚当 生命的源流里面 我们永永远远 就是像亚当 我们没有复活 我们必死无疑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救赎 我们一定是死在 最后过犯当中 生命没有盼望 必死无疑 属天的怎么样 所有属天的也都怎么样 第49节 我们既然有了属土的形象 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象 因为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 你看到这就是上帝 给我们很大的应许 所以感谢上帝 我们今天听到这里的时候 你就明白 如果你用这样的一个 对比来了解的话 我们今天 还是跟亚当一样的 我们透过耶稣基督 猛救赎之后 回到上帝面前 要敬拜上帝 直到荣荣圆圆 但是不是用这个身体 因为这个身体会朽坏 这个身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 所以我们一定要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 从死里复活 领受新的身体 复活的身体 荣耀的身体 不朽化的身体 强壮的身体 敬拜上帝 直到永永远远 守住永恒的安息日 从起初一直到将来 都是这样 这就是上帝给我们 很重要的信息 到最后 我们要说 亚当在公主制约之后 他如果守约 第七日 他进入这个安息 就是敬拜上帝 但是他一定要进入 这个叫做末世 终极成全阶段的 这个安息 永永远远来敬拜上帝 所以这个第七日的安息日 它是指向 这个末世的安息日 Escathological support 第七日的安息日 从一开始就是指向 这个末世的安息日 这个末世的安息日 是一个永恒的安息日 永远敬拜上帝 上帝永远与人同在 人与上帝永远同在 享受生命的安息 求主联名我们 今天听到这里 巴不得我们真的是 很大的醒悟 我们要好好守住 主所赐给我们 基督徒的安息日 就是主日 我们站起来做祷告 我请徐牧师带领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已经聆听了 主你的话语 愿求主你 真理灵 继续地做光照 做引导的工作 也就是主啊 我们对你的话语 有更深 更系统 更深入地明白 以至于主啊 我们在这个守主日 这个的课题上 我们怎样子 能够继续回归圣经 按照圣经的教导 我们来遵循 主你的话语 主我们为着 今天晚上的这个讲座 献上感恩 我们为着下个星期的讲座 也继续仰望交托 愿求主你 继续地吸引感动我们 使我们继续地 来思考主你的话语 使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按照圣经的话语 我们来遵循 请主你的话语 我们如此一样 万岂又祷告 奉靠我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圣灵所祈求的 阿们 请坐 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有谁知道 就是在新月圣经里面 有一段的经文 它特别是从 这个安息乐的角度 就是末世安息乐的角度 来提到 我们应当好好地去遵守 那一段的经文里面 很明显提到 还有一个安息日 我们要借力去进入 这个安息日 我们还没有达成 你知道是哪一段的圣经 第几章 西伯来书第几章 四章九节 四章九节 我请你们好好地念 四章九节 第十节 第十一节 四章九到第十一节 也许大概解释一下 第二堂的时候 再好好解释 第九到第十一节 请大家一起来念 预备 一 二 念 这一段的圣经 它其实应该是从 这个西伯来书第三章 第七节 一直到第四章的 第十三节 这是完整的一段 这段的经文 西伯来书的作者 他主要引用诗篇九十五篇 来提到 在过去 在过去历史当中 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四十年的顽梗 不顺服 他们是被约 一方面他们已经猛上帝 接着摩西拯救他们出埃及 但是一方面他们在这个旷野四十年 却是一直被约 一直没有顺服上帝 一直没有好好敬拜上帝 敬畏上帝 所以这四十年旷野的 全部的以色列人 除了就是这个谁呢 Caleb 这个叫什么 加勒 还有另外一个是谁 约苏亚 只有这两个人 以及二十岁以下的 能够进入应许之地 其他的全部死在旷野 这是被约的这个结果 所以西伯来书的作者 他是引用了 诗篇九十五篇 以色列人的这段历史 来警告 警惕西伯来书的读者 因为他们的情况 类似于当年 在旷野 悲悦的以色列人 他们也有很多的顽梗 所以西伯来书的作者 就劝他们趁着 就是有生之年 要好好地悔改 不要像那些不幸的 以色列人一样 这段的圣经 他也主要提到 如果上帝 借着约束要把以色列民 带进这个应许之地 那就是真正的安息的话 来到诗篇九十五篇 大卫的诗 就不会再提另外一个安息日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大卫提起 那个安息日 是另外一个安息日 不是这个应许之地 这个安息日 其实应许之地 安息日也好 起初创世纪所讲的安息日也好 都是遥遥指向 只有一个安息 就是末世的安息 永恒的安息 没有其他的 所以到了西伯来书 作者他写西伯来书的时候 他心里面是很焦急的 他对他的群众很焦急 因为看到他们有被约的这样的一个称号 所以他苦口婆心劝他们悔改 千万不要好像在旷野被约的以色列人一样 我们应该要借力来去进入那将来的安息 所以这样看来 另外有一个安息日 也就是诗篇九十五篇 大卫所提的安息 这样看来 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 为神的子民存留 包括你们西伯来书的读者 因为那进入安息日乃是 谢了自己的功 正如神 谢了他的功一样 所以我们务必接力进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这是西伯来书作者的这个圈见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一个观测始终的总原则 创世纪从一开始 第二章的第一到第三节 提到这个安息日 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四条诫命 里面第四条诫命的这个要守安息日 当然还有先知书 里面要提到守安息等等等等 一直到新约的时候 你看马可福音第二章里面 提到安息的从起初 就是为人设立的 就是永恒敬拜上帝 我们在看下去 到现在西伯来书的时候 还是一样的 我们今天还没有进入那永恒的安息 所以因为还没有进入永恒的安息 那个永恒安息的记号依然存在 这是我们在第二堂要提的 就好像你看歌里的这个记号不再有了 为什么歌里的记号不需要有呢 因为歌里的那个用意已经不需要了 因为歌里已经有另外一个来去代替的 那就是什么礼呢 这个洗礼 洗礼代替了 就不需要再有这个歌里了 因为歌里这个记号所代表的那个意义已经不需要了 因为上帝要透过这个歌里来让我们明白 我们受的歌里不是只是纯粹这个羊皮 男生的这个羊皮把它割掉 真正的歌里 生命记里面提什么呢 是心中的歌里 真正使我们能够领受心中的歌里是谁 哥罗西书第二章里面提到就是耶稣基督 他已经为我们的罪牺牺牲 赐给我们真正生命的歌里 透过什么来表达 洗礼 所以洗礼作为记号 为什么没有再需要流血呢 为什么歌里要流血 洗礼不需要流血呢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全救赎 他流血牺牲洗净我们的罪 他流血洗击我们的罪 不再需要用血来去代表 所以用水洗 同样的你看今天我们依然要守主日 因为我们还在接力要进入那永恒的安息 所以守主日就是这么重要 向全世界的人宣告说 我们是属主的约明 我们的盼望就是要进入那永恒的安息 这就是表明我们基督徒的盼望 弟兄姊妹 这么重要 千万不要得罪上帝 上帝是轻慢不得的 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被造的人 而且上帝这么开恩给我们 恩典这么大在我们身上 叫我们能醒悟 就好像一个病人他没有醒悟的话 你给他照X光 照MRI 照CT scan 很清楚把他的这个癌细胞 把他就是很清楚 都说给他听 但是他就是不信 没有用 所以病人能醒悟 是他的好消息 我们也是生病的人 我们属灵上是一个死了的人 我们是一个 我们不但是一个病人 我们是一个死人 我们能苏醒过来 我们能醒悟 那是上帝很大的恩典 在你的身上 在我的身上 我们要学习爱他 更爱他 更敬畏他 更听他的话 愿主赐福我们 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如果没有 我们就在这里做结束了 我们站起来 我为大家祷告 我们希望在下一次新十二 我们希望有更多人来听这些很重的话 如果今天晚上你知道 你把这些话听进去 你知道上帝给你这么大的恩典 因为你听到这样重要的信息 巴不得我们也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分享 其他教育的弟兄姊妹分享 把他们带到上帝面前 继续领受上帝的真理 我为大家祷告 我们天上的父 我们献上十分的感恩 你已经恩待我们 今天晚上把这些重要的话 谈到有关于安息日的课题 这样重要的真理赐给我们 我们向你现场感谢 主啊 我求你继续不断借着圣灵的光照 不断地苏醒我们的灵魂 不断地苏醒我们的思想 叫我们真的是彻底醒悟 我们常常在主日的课题 或者是安息日守住的课题当中 我们是常常得罪你 我们常常是一个悲悦的人 虽然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立了新约 可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对于守主日的心态 我们对于守主日的信念 依然是违背圣经的 所以求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 求主耶稣基督 你再次借着你的宝血洗尽 我们得罪你的这些地方 求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 继续感动我们的心 看重守主日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向全世界宣布 我们是属你的阅明 我们生命当中大有盼望 就是因为我们期盼 能够进入那末世的安息 进入那末世永世的安息 永恒的安息 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盼望 所以今生活着 我们一生都是为了荣耀你 不是为了其他 就是要尊荣你的名 好叫我们的侍奉 我们的整个生命 是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我们的工作可以成为别人的建造 不是为我们自己的好处 乃是为别人的好处 不是为自己的利益 乃是为别人的利益 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是福在座 每一个愿意听主话的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请坐末导三会 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 上帝赐福每一位 参加聚会的第五指导 请坐末导三会 请坐末导三会